这家总是充满孩子们的欢乐笑声 毕景家有三个三胞胎男娃 还有一个略显多余的弟弟 没有一个是省市的 可给妈妈愁坏了 毕景家位于可以眺望湖景的小山丘上 气派的外表下藏有令人烦恼的问题 虽然房子已经够大了 但是房子的隔间可以说是毫无设计可言 每次到了吃饭时间 一家六口得挤在与这栋大屋不相称的小厨房里 贴有地砖的地板上铺着地毯 上头却摆着合适餐桌 妈妈也想要稀释餐桌 但是餐厅根本摆不下六张椅子 即使不摆椅子都得人挤人 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向现实低头 吃完晚饭后 孩子们离开狭小的厨房 收拾碗筷的妈妈完全看不到孩子的状况 看来是完全没在学习哦 为了一家子能够有快乐的聚会空间 妈妈召唤出一级建筑师 玲珑先生挺身而出 这位专家不受寄有概念的束缚 以大胆的手法创造新的可能性 被称为未来空间的导航者 专家来到了失去方向的利景家 一顿招呼后专家踏入这家的玄关 映入眼帘的是 多到无法收进鞋柜里的鞋子 这家甚至拿出箱子来装孩子的鞋子 鞋子们的主人就搁这餐厅坐着 四兄弟啃血糕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兄弟们所在的位置是 面积只有2.5平的厨餐厅 专家推开南侧的窗户 外头有个置物间处在这 把这家的湖景都给挡住了 置物间旁还有一家人都不来的小庭院 与之低矮栏杆外是陡峭的胁迫 对贪玩的孩子来说挺危险的 危险庭院旁放着屋内容不下的洗衣机 妈妈就算是寒冷的冬天 也得到室外来洗衣 庭院中晾晒不完的衣服 还得搬上二楼 越过窗台 来到另一个晾衣台 家里四个男娃 每天做家务都忙得要死 专家觉得妈妈活动的动线十分不合理 孩子长大后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做好空间规划是这次改造的重点 为了改善不良的隔间 让孩子有健康成长的环境 丽景家准备了一千万日元的预算 未来空间的导航者挑战开始 改造第一天 一家六口全体动员开始搬家 四个孩子脸上的表情 有着平常看不见的认真 父亲也卖力地搬起家里的重物 丽景家的物品和家具 全部被搬了出去 等待专家的改造 八十大锤率先登场 屋子糟糕的隔间被推开 将一家人隔开的墙壁终于消失 天花板也被整个卸下 没有傻老灰 狭小厨房的老旧琉璃台也给拆掉 毕景家变成一个完整的空间 原本隔成两间房的二楼也被完全打通 但是中间还存在着支撑横梁的柱子 工人搬来七十公斤重的巨大脚材 抬到屋顶 装在横梁下方 屋顶所有的横梁都由巨大木材加一幅墙 二楼中央的柱子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室内成为了真正的宽敞空间 按照专家的指示 留在窗外的晒衣台也被拆掉 屋顶卸下了巨大的铁架 接着窗框的柱子被截断 开口部分变大了 专家给换上方形的大铝矿 就这样 二楼用来当寝室的两间合室 现在变成一整个房间 西侧的一整面窗户 将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专家把更多木材搬到刚完工的屋顶 利用这些木材组装起一个支架 这是专家无论如何都要完成的设计 原先妈妈总是抱着失重衣物 从窗户爬上简陋的晒衣台 现在已经变成四平大的宽敞木质阳台 木材选用能保护脚步 和充满香气的柜木 变为休息的空间 木质阳台衔接的二楼空间 多了个全新的柜台式系统厨房 二楼拥有美景和良好的光线 很适合作为全家人团聚的地方 所以专家大胆把客餐厅和厨房移到二楼来 相应的 寝室空间也被换到了一楼 新房间的雏形呈现出来 最后再上一道逆子 原本不合理的格局 让一家子生活在窘货之中 现在铺上一整面地板 四个孩子的大房间完成 巨大隔间门对面是历景夫妇的寝室 接着专家来到木材厂 手里捣固着白色面板 4毫米的板子保温耐水还透光 同样的板子整了36片 接着用木条整出大型木框 白色板块刚好嵌入木框中 一张拉门就这样做好了 十二扇拉门整整齐齐地摆在工厂里 拉门被搬回家中 装上白色小布件 零件刚好套进天花板的轨道内 这些拉门刚好作为小孩房收纳柜的门 小孩房的所有收纳柜都有了外衣 拉门还可以通过小巧的部件 转动90度 来得大拐弯 天花板上已经预装了轨道 专家预想到四个孩子将来都会想要独立的空间 所以特意规划了一栋式拉门 十二个拉门刚好可以隔出四个房间 材料的选择既能隔出空间 又能让四兄弟感受到互相的存在 这设计确实有创意 专家有点脑子在里面 改造工程渐入佳境 货车上放着两组铁架 专家亲手将铁架搬到二楼 又掏出个大木板 给木板两端钉上六根铁条 螺丝钉刚好可以对上铁架的洞口 专家又给这家弄了个新的矮桌 用来支撑的铁架有另一个功能 将铁架倒置过来 就可以组成妈妈想要的西式餐厅 一时两个月的改造完成 一同看看专家的成果 毕竟加阴暗沉重的外观 转变成明亮温暖的形象 新玄关在通过简单的设计 展现极佳的品位 玄关大门可以透过明亮的光线 这里设置了大容量的鞋柜 这家子的鞋是真多呀 原本的置物间夺走了美景和明亮的阳光 现在被专家铺上了白色的木地板 置物间也消失了 用木头围起高高的栏杆 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木制阳台上还准备了晒衣空间 看来妈妈并不会变轻松 原先拥挤的厨餐厅 变成洗脸台厕所等用水空间 变大的浴室可以让四兄弟同时入狱 推开了窗户就可以看到星矿神仪的景色 大型的洗脸台可以让四兄弟并排刷牙 洗衣机终于被搬在室内 专家在天花板下设置了铁架 下雨天时就可以将衣服晒在室内了 以前一家子被墙壁隔开 现在一楼变成孩子和夫妻俩的卧室 排列整齐的四张书桌旁 还设置了各自的收纳柜 收纳柜门可以移动至房间的中央 将来可以组成孩子各自的房间 这是集专家创意之大城 所完成的理想未来空间 原本丽景家二楼被一条无意义的走廊隔成两半 现在这里所有隔间都拆掉了 形成了宽阔的开放空间 而在房间的中央摆放着可以变化形态的餐桌 旁边就是妈妈可以看见室内的柜台式系统厨房 房屋西侧的大型拉门后 隐藏着大容量的收纳空间 原本妈妈总是抱着沉重的换洗衣物 跨过这窗台 现在这里变为整面引进阳光的大型窗户 下方还有一排有收纳功能的木质长椅 收纳分为六格 一家子一人一个 这排长椅还可以当成阶梯 从这走到宽敞的木质阳台 美景尽收眼底 在阳台角落里还有一家子相聚用的桌子 可以一同享受烤肉的乐趣 专家在预算之内漂亮地完成了丽子家的改造 妈妈像赶鸭子一样带着四兄弟回到家中 一群孩子直接就窜到二楼了 一窝蜂地跑到风景最好的阳台 风景确实好 一家子沉浸在美丽的湖景当中 专家特意设计的书桌 被孩子当成玩耍空间了 浴室的风景也是绝佳 洗脸池确实宽敞 妈妈感动得哭唧唧 通过专家的改造 生活质量提升了不少 一家子首次在大阳台举行了一次烤肉大会 孩子多真是热闹 湖对岸刚好放起了花火 像是在庆祝丽景家迈向新的未来